早 正好 我们又醒了 现在已经在洗漱了 我们现在的水还有一半 一半的话 应该还能待几天 因为我们这个在这等快递还没到 文文冲已经烂寄来的 我们好多东西都寄到文文那去了 那我刚收拾了一下衣服 等会去胡歌那去洗澡 因为车上这个水实在是 他们这不太方便接水 接电是没问题的 带着衣服去胡歌那等会去洗个澡 这个显示器先关掉吧 我先去把奥斯卡去溜了 走 凯凯 溜溜去 走 就这样我们要出发了 外边还在下着雨 但是我们还是得给奥斯卡溜一下 走 溜溜去 把奥斯卡先溜了 然后把垃圾丢掉 去找胡歌 来我来 对对对 走 凯兹 我们溜溜去 这雨倒是不大 这每天上午起来就这样 这两天可能是雨季吧 整天这边这个雨 到了中午就下大了 下午彻底暴雨 早晨就是这种小雨 好 我们到胡歌这儿 等会进去之后 他带着一块布子 给奥斯卡擦一擦 这个家伙现在已经湿透了 到门口再擦 对到门口再擦 好 紧窝 好 到那那那 布子给你把它擦 脚擦起来 擦碗 擦干了 擦干了再进来 我姐姐给你擦干 要不然踩的满地 全都是视角印子 好 我就不等你们俩了 赛了 早晨胡歌又去卖德龙 又去买的肉 我们又要用昨天的这个 昨天的没吃了的这个 番茄汤 今天再来煮个火锅 今天煮完火锅 无论如何都上来洗澡了 所以我们拿了换洗的衣服 小子 这两只每天见面就开打 他们正是在玩了 已经准备好了 这是今天新买的 然后还有昨天我们吃的 没吃了的 也放起来的 昨天几乎剩下的都是菜啊 粉啊什么的 然后还有半袋锅底 这个锅底的浓度不知道怎么样 哇 立马起舞了 先前要带奥斯卡下去溜溜去 因为奥斯卡在胡歌家 这不知道怎么了 昨天在家里边尿了两袍 很奇怪 嗯 你们下去溜溜吧 当上来的时候给我打电话 我让胡歌给你开门 我看我手机呢 现在好像已经雨停了 不再下雨了 可以下去溜一下奥斯卡了 那在 哦 还有点下雨 看不太出来的下雨 下午在下 屋里边又看了下午电影 这两天是补电影的 我们是 你滴滴滴我过来干什么 你不要找我 找赛拉姐姐玩去 找他玩 对对对 你过去扒拉他一下 他不跟你玩呀 对好好扒拉 对你就说我们玩 扒拉他 对 赛拉还不屑于跟奥斯卡玩 但是偶尔也想玩一下 哈哈哈 他们俩就上午玩到累 然后去休息 下午继续玩 玩到累 晚上休息 太低了 对 他可以从赛拉的两条腿中间穿过去 然后打不过的就藏到桌子下面去 他知道赛拉进不去 赛拉这个家伙有脖子 嗯 倒是看竟然藏起来 塞拉踩住我的鞋了 天啊 这个家伙踩干还挺痛的有点 因为他踩了好低点 是吧 哈哈哈 好 我们刚刚收到了厂家的这个 我们后来更改的这个设计图啊 我们来投在iPad上那边来看一下这个图 正好这会儿没什么事情做 从厂家那边得到了这个 我们新房车这个布局的设计图 我们又进行了一些优化 包括卫生间的优化 以及 座位卡座区的优化 还有就是厨房区域的优化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车 目前还在 沟通这个细节方面哈 这是3D图已经出来了 包括车体外边的一些 这是 舱 储床舱 上面是床的窗户 对吧 包括这些室外的淋浴啊 插座啊的位置 还有一些进水口的位置 进水口的位置 我们还要再移动一下 然后 这是侧内的一个 PO示图 主要就是在这个位置 这儿我们放了集成罩 集成罩上方放了开放格 然后这样更好利用这个空间 包括调料啊什么的 可以放到外面随时可以取用 下面我们装了一个真烤一体机 包括这个位置我们用了一个卡萨地的吸衣机 我们之前用那个韩国的那个大雨啊 它总是容易出现问题 所以呢 大雨我们就不用它了 包括这个位置 现在还有一个插座 还有我们柴暖的暖风控制器 我们安到了床头 因为在房车里边 你用到它的时候啊 几乎都是你要刚起床的时候 车里边特别冷或者起不了床 如果你要跑到这个位置去 下了床跑到这个位置去按这个柴暖 暖风啊就很不合理 所以我们把它放到船头这个位置 随时可以按的到的 包括台面 我们这次 这张图里边没有体现出来 我们台面 左侧加了一块延长板 右侧加了一块延长板 这样到我们的整个台面的这个大L型的操作 是没有问题 两个人同时操作都可以 这个空隙呢是水池 这边是电磁炉 加上这个整体的集成式的抽风 抽油烟机 这可以看出来 车的前部和后侧 有一个很长很长的箱子 箱子上面是坐垫 这个并不是给人做的 这个箱子我们回头再说 侧面呢没有做太大的改变 只是在这些斜角上啊做了一些改变 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清晰的看到 因为大多数的房车它只是一排柜子 然后这个头枕上方的空间 并没有很好的利用 而我们有很多东西是需要放在外边的 就随时手可以取用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位置 做了一个L型 包括对面的这个头枕的位置也是 到时候会有一些栏杆 会拦着东西不要掉出来 然后我们要考虑 现在我的房车使用中有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它一开柜子 东西会掉出来 所以呢打算在这个上面放一块挡板 但是这个挡板呢目前 并不会很好用 因为这个地方会变短 放进去的东西会变少 所以呢改用弹力绳 韧性比较好的弹力绳 这样就是你车经过晃动之后 里面的东西不会 你一开柜子哗啦全掉出来对吧 那万一是把菜刀怎么办 这个我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还有就是侧面的这些柜子 我们全部用利用到的 包括座位下面是这两个小门 这边是一个通底的门 我可以放一些长的东西 这边是两个抄梯 这边可以拽出一个来 侧边还可以拽出来 这样的话就 座位下面的空间我们也很好的利用到 包括现在看到这张桌板有点怪怪的 跟大多数房车都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只有两个人 我们又不想做到一排去互相影响 而且这个做到一排去 会没有办法放手操作电脑 所以呢我们可能是对象座 对象座呢里边会浪费一个座位 所以我们在这边搞了一个折板 它是翻折板 不用的时候可以给它翻下去 对吧它是一个正常的桌位 但是你用的时候呢可以把它翻起来 它就会变成一个L型的一个 两个人都是L型的操作台 这样的桌面空间使用率会更好更高一些 原来我们计划下面是有个柜子的 但是把那柜子取消掉了 因为它有点整体美观上面 去看起来有点复杂 包括卫生间的这边 看我卫生间墙壁上粘的那些东西 经常会吸盘会掉下来 所以呢又做了一些开放格在这个位置 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好的放我们的洗浴的一些用品 清洁用品都可以放到外边 随时都可以取用不用放到这个柜子里面去 一开柜子哗啦掉出一大堆了 对吧 因为车是在运动的在行驶的 行驶的过程中它会摇晃会倒 所以这里的东西它不会像你摆进去时候那个样子 包括台面我们也做了一个台下盆 包括台盆下边的这些位置 柜子也全部用到里面可以放一些不常用的 比如马桶降解剂啊清洗马桶一些清洁剂啊 都可以放到这个里面来 这个卫生间大概就这样 因为我们这个卫生间的门是朝内开的 所以这个就不是很影响 包括在卫生间的这个 就是我们看不到的这一边 我还又加了一块板子 我看那张图有没有啊